宫斗圣路加福音 向你们为安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像不显露的坟墓 人从上面经过却不知道 有一个法学士回答耶稣说 老师你说这些话连我们也侮辱了 耶稣说 你们这些法学士也有祸了 因为你们嫁给人难以附和的重担 自己却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一下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耶稣谴责法利塞人和法学士 我想从耶稣的话里 我们可以汲取两点教训 第一点 十分之一的奉献 耶稣说这些是应该做的 来自类位纪 天主祝福一切 那时候说你们该拿出所有的一切 十分之一 奉献给天主 表示感恩 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中 直到今天 在教会里 很多人还按照 十分之一来奉献 表示感谢天主 我的收入 我的健康 我的工作 他的一部分 我用来感恩 是这个 我们感谢天主 赏给我们的一切 哪里都好 只要我活着 我就愿意把今天 我的一部分 奉献给天主 感谢他 这个是今天福音的第一点 第二点 这些该做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 你们忽略了 就是公义 和爱天主的义务 公义和爱 我们做这些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注意到别人的需要 我们的慈悲 对人的怜悯 同情帮助 不要只是奉献十分之一 我们以为就满全了 每天我们看身边的人 有没有需要 所以在任何时候 我们读福音的时候 总能看出来 耶稣要求我们 对天主的爱 对别人的爱 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一定不要以为 我对天主的义务尽了 其他的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所以 今天我分享的很简单 求耶稣帮助我们 特别注意到 每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感恩 然后 感谢天主 也愿意帮助身边的人 怜悯别人 阿们 感谢天主 也愿意帮助身边的人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